- 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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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是我看了一个小说 - 本身挺期盼我的 - 同时我也对现在影片里探讨的那些 - 跟心啊 跟念头啊 - 这些相关的东西感兴趣 - 所以就做了这个事吧 - 开始 - 她跟别的导演不太一样 - 她跟别的导演不太一样 - 她有间谍的导演 - 她有间谍的导演 - 她有间谍的导演 - 她给我打开很多窗户 - 看到一些东西 - 这本写出来以后我看过 - 也讨论过 - 从文字呈现到现在的那个影像上的话 - 挺出火意料的 - 看起来它是一个公路片 - 是一个旅行感觉的东西 - 但是它的内在讲的东西 - 可能更倾向于情绪精神上 - 更宽泛的一个比喻吧 - 人都是有一种精神在指引你的 - 你生活的快乐和不快乐 - 其实是给你感受的东西特别重要的 -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活得这么沮丧 - 我觉得彤彤她是很厉害 - 她非常的自然坦诚 - 她也真的很有天赋 - 非常非常有天赋 - 大爷 您这能修车吗 - 一开始是会紧张 - 但是在拍摄过程中 - 就是跟大家都熟络起来之后 - 会带给我很大的安慰 - 导演也会给我很多的帮助 - 让我能够完成这次拍摄 - 手就这么拿着 - 然后喝一口 - 然后喝一口 - 她表达上没有什么技巧 - 特别朴实 - 感觉就是很自然流畅表达出来的 - 我看完曼城片我觉得挺棒的 -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田庄庄老师 - 因为他为了这部戏 - 胡子和头发都流得已经是 - 像野草一样的那种感觉 - 是我可能有生以来最留得最长的一次 - 觉得特别的难受 - 巨养无比 - 电影里每次出现我的时候 - 都是这个女孩被动的或者主动的看见自己 - 我最深刻的是在摩天轮上面 - 在那之前我并没有完全的信心 - 我觉得这是需要极大的信任和常开的 - 但是在拍完摩天轮那一场戏之后 - 我会能够我自己完全的信任 - 从声音角度来说 - 这个人物会带动我去和整个画面的故事去游走的时候 - 我的声音可以负责去搭建 - 让我们这个电影慢慢真实出来 - 在一个真实的环境下 - 能够感受到很多心灵的旅行 - 拍这部戏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集体感 - 在剧组的每一个人 - 合作的前辈也好 - 还有朋友们也好 - 感觉大家一起来做这么一件事情 - 一种就是团体战斗的感觉 - 很暖心吧 - 可能看他的电影 - 是我看任何一导演里最多一次的电影 - 你想知道究竟 - 但究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究竟 - 是要靠你去想的 - 有的电影是看完了以后 - 大家吃完面条就散了的 - 有的电影是可以坐在那聊很长时间 - 然后过几天又在聊 - 你觉得他那场戏说的是什么 - 他为什么要这样 - 希望大家都有一次尝试着跳脱对现实和梦境的定义的这种标签 - 关注一下自己心在整个过程中的变化 - 最打动我的就是他给了我一个迷失的机会 - 就是我能在这个电影里迷失 - 电影拍得特别的灵动 - 特别的有想象力 - 一支独秀的一个电影 - 作品里表达的很多东西 - 确确实实是可以让人思考很久的 - 是个挺有意义的一次旅行 - 张音果 - 无数费 - 张音摄 - 虚欣 - 张音